虎头峰从春天开始活动 罗东维安社区隶属郊区数目众多 辖区内时常可以发现虎头峰出没 为了避免民众危险 罗东维安社区特别邀请了农业处 委外的捕风达人尤志宏到社区上课 不仅分享捕风的经验 也教民众不小心被虎头峰遮到的时候 该如何处理 在维安社区这附近 大概每年大概会抓大概100多颗 的峰跟长角峰这样 所以它是属于在都市中 比较市郊的地方 那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虎头峰跟长角峰 每年的春季开始 是虎头峰跟蜜峰繁衍的期间 那这段期间其实它会从小慢慢变大 那这次宣导主要就是让民众 对于居家环境虎头峰各种峰类 去发现它然后来做一个通报 减少被峰遮的危险 比较匍的 比较有什么 瓜子 特别厉害 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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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的时候 要怎么去处理 让我们大家能够体会到 这个人生的经验 参与座坛的里面中 有不少人都有被风遮到的经验 这次特别来上课 听取专业的建议 希望自己可以避免 再被虎头风攻击的危险 我说了 我说 我说 我听香气的方法 这么生气 不在乎味 所以说 这补给大家知道 没错 我今天是听到这顶 受益无强 因为 他跟我们说 香气的种略有很多种 什么情况之下 要怎么处理就对 看到就走 回头离开就对 我不敢去上班 为了受益 防风解答 春秋 捕风达人提醒大家 如果发现有虎头风出没 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摘除 可以通报地方村里长 代表议员或是拨打1999 由专业的捕风人员来处理 宜兰新闻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